透過時尚裝潢 就算小坪樹也能營造出魔術大空間 買房是不少人的夢想 不過現在傳出房市買氣太旺 房價又飆漲 導致銀行房貸水位積極滿位 民眾要借貸現在是一貸難求 我覺得會 就都變得更辛苦 好像很有壓力 可能就不會單單只是去銀行貸款這樣子 就可能會從其他的管道去賺到更多的錢 那個房子的金額就很大了 然後再加上這樣子 我們更買不起房子 想買房的民眾搓勒蛋 根據聯征中心資料 2010年第一季平均房貸總額約542萬 但今年第一季卻攀高到977萬 14年來增幅達80.25% 加上今年全國買賣以轉動數 創下13年新高 導致銀行貸放資金滿水位 Dcar也有網友說7月中成交物件 申請貸款得排到明年 還有網友說6月底申請 8月中直接被華南退鑒 只能多跑幾間正在跟農會接洽 有的是完全不收件 但是有的還有一點空間 有一點空間他要照顧誰 他要照顧他的VIP客戶 他的老客戶 那新客戶他就會挑 然後挑甚至於利率就拉高 而且有的還要搭配 所以要你搭配信用貸款 全台不只搶買房 現在更要搶貸款 方式專家提醒 買房錢最好先確認 銀行貸款沒問題 否則資金沒到位 不僅買房不成 還可能面臨違約糾紛 明日新聞陳寧 吳俊德 台北報導